长期致力于改上偏向棒球环境的森林王子张泰山 说要担任七少棒工艺计划大使 计划重点将提供花东学校最新的汇棒训练分析仪 六号举行的启动记者会上 张泰山表示很多学校碍于经费不足 发展棒球有难度 透过训练分析仪的协助将可提升学生的训练成效 很多因为经费的问题 然后没有办法请一个很好的一个教练去 然后通常都是直接抓学校里面的一些老师啦主任 可能对于棒球的一些观念可能还是有在加强 然后透过这个仪器 我觉得对这些偏向地区的小朋友学校来讲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希望呢我们利用这个启棒的练习分析 可以帮助更多棒球的爱好者 响亮的汇棒打击生来自细致国小棒球队员 在现场立即体验分析仪的科学化训练模式 一个汇棒立刻记录所有数据进行调整 第一次用觉得很新奇 就之后练习的时候都可以用这种东西 让自己知道自己汇棒的速度 不到20公克的分析仪只要套在球棒上 就可以立刻掌握打击者的汇棒速度 看路径 手腕速度 挥击时间等资料 透过及时调整 让三级棒球的训练更上一层 人士希望而起 顾新北市细致采访报道